唐三对战修罗神 比比冬天使神 千任雪 唐三 出来受死 三天前你就已经回来了 对不对 哼 小子 没想到吧 我继承了罗刹神的神奇 你们和我相比 成为神的过程 要简单得多 为了罗刹神的传承 我用去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要不是我一直在 潜移默化地 接受着罗刹神的传承 你以为当初魂力 比我弱小那么多 同样是双生五魂的你 能够击败我 斗罗大陆 本就应该是属于我的领地 你就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吗 到了现在你还自意 没错 你确实很强 在年轻一代中 我承认你是绝对的佼佼着 甚至连我这传承了 天使之神的女儿 都不是你的对手 但现在 你面对的已经不是他一个人了 还有我 就算是一对一 你都未必能胜得了 此时面对我们双神 你还会有机会 今天 就是你的死心 你说的没错 三天前我就回来 为了治疗好小雪的伤势 帮她恢复实力 我才隐忍了三天 哈哈哈哈 比比东 这就是你的自信吗 要是你自问能够战胜我 又何必等这三天呢 看来你的神念还是不够强大 多说无意 比比东 你记住 我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是你的女儿 先杀了唐三再说 以你之事 以后再解决 以你巨大的紫黑色镰刀凭空出现在比比东手中 她与手持天使圣剑的千刃血 一左翼右瞬间分开 就在阴霾笼罩在嘉陵关城头上的同时 空中的战斗已经开始了 率先出神的竟然是唐三 以一敌二 如果还不先发制人的话 那这场神战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但这母女双神蓄满了神力 唐三可没倒下自信 唐三的身体猛然向空中升去 背后海神八异瞬间展开 全力拍动之下 推动着唐三的身体 如同一颗蓝色流星 电射向左侧一看的千刃血 唐三 唐三 真把我当成了软湿的不成 千刃血眼中金光一闪 在这种情况下 她做出了一个唐三万万想不到的决定 千刃血一口鲜血喷在自己的天使圣剑上 正是三天前 千刃血用来和唐三拼命的 太阳天使